陳志堯Yoyo和何廣佩 陳志堯Yoyo和何廣佩今天出席 好聲好戲之聲級學堂啟動儀式 為一眾學員打氣 何廣佩坦然好事務學員 可以跟隨導師上課 自己都想做旁聽生 因為了解到自己對配音的認識 仍然不足夠 配音的世界其實還很大 大家可能看了第一季的好聲好戲 以為已經了解了配音的世界 但其實也不是因為我跟一些公司的幕前同事 他們可能也有接觸配音 原來配音是有分派的 這個我不知道 有分派嗎 還有分很多不同的派系 所以我以為已經了解了 原來不是的 哦是呀是呀 他更加即場示範Yoyo認為 最難演的老人家角色 可能是老人家的聲音 是不是老人家的聲音 我不是很假裝的 真的嗎?我不知道 不是 哎呀 我嘗試一下班 我沒有學過 我嘗試Festile 而奪得好聲好戲冠軍的Yoyo 亦都希望繼續學習 如果有機會可以再深入一點 再去學習的話 我覺得藝人 就算不是開不開條路 其實聲演對於我們演戲也很重要 對於創造角色方面 當然如果也可以做為配音員的一份子 都很開心 她更加因為節目而自拍了第一個卡通廣告配音 高興女兒都應得出媽媽的聲音 很感恩的 這套廣告 就運我配音 我不是演戲 我就是配卡通 雖然比較短 但我也有這個經驗 她就要我同事 即是馬上轉換男的小朋友和女的小朋友 我最初都說 不要緊 去錄音室 配音都是可以逐句逐句來的 即是廣告的要求是我一瞬過 即是我要鏡頭拍著我 我就不可以說錯字 不可以升嘴 即是升個卡通嘴 不可以說錯字 還要藍聲淚聲不停轉換 她有時在平時說 媽媽呀媽媽呀 即是我覺得是很難得 還有很開心的一個經驗